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许许多多个答案 我们知道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观察监视人类 除此之外 他们还设法接近动物 近年来 世界各地发生多起家畜屠杀的事件 尤其以美国最多 从1973年到1976年 每年都有超过1000头的家畜被杀 屠杀家畜的事件早在19世纪便有 但直到发生史尼匹事件后 人们才开始怀疑飞碟受有重贤 1967年9月9日 美国科罗达多州阿拉蒙镇的金格牧场附近 有一头惨遭屠杀的马尸被人发现 尸体从肩部起肌肉连皮被削掉 惨细细的头海骨与颈骨暴露在外 颈部几乎不留一片肉 令人觉得除非使用外科手术 否则实难消得如此干净 发现尸体的是金格牧场主哈利·金格与马匹主人巴格·路易斯夫妇 被杀的是三岁的成用马 根据现场调查 尽管手段残忍 但附近却连一滴血也没有 史尼匹尸体下方有黑如胶油般的物体粘着 尸体周围散发一股呛鼻的药水味 现场一百米外的地方 好像有用瓦斯燃烧器烧过的凹痕 无论就马匹遇害的方式 现场状况不可理喻 很容易判断这个事件不是单纯的恶作剧或者萧小所为 但究竟是谁下的手 又基于是什么目的呢 这个令人猜疑而且残忍的事件 经由当地报纸头条 新闻报道后 获得很大的回应 但警方的反应却很淡然 事件发生一周后 1967年9月16日 路易斯夫妇与牧场的人再度对附近展开调查 路易斯夫人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小块有马毛附着的肉 这是什么呢 路易斯夫人拧下一块肉 竟有绿色的姜叶流出来 但路易斯夫人连忙把肉扔开 但被绿色物粘到的部位却已经感到疼痛不已 一下子便红肿起来 他连忙赶回牧场用热水冲洗一番 这才止痛 1967年9月23日 森林保护局的杜安马奇用钙式测定器检查辐射能 结果烧焦处显示高数值 越调查谜题越深 与这个调查平行的是史尼匹怪事件开始展现新的发展 在事件发生的前后 接二连三有人目击飞碟 于是开始有人谣传飞碟与史尼匹事件有关 目击飞碟的人是丹佛市的查尔茨法官及其家人 他们在夜间目击三个橘红色的飞行物体 警方也接到飞碟攻击宠物的情报 飞碟研究团体 Apro空中现象研究组织也出面调查 一时之间 飞碟说逐渐有力 1973到1976年 美国有14头牲畜被神秘屠杀 另一方面 丹佛邮报的罗伯·菲斯维克推测 史尼匹事件是精神变态者的恶作剧 犯人在地面留有凹痕的位置安置三脚架 用麻醉枪射击匹迪石 用划车钓鱼三脚架 用解剖刀削掉肉 再沉浸装有酸液的圆筒罐 把马肉溶解掉 以上是菲斯维克的见解 但这个飞碟否定论的论点却很薄弱 连罗莲森夫人如此反驳 如果是变态者的恶作剧 那么犯人如何不在被人发觉的情况下 把装有酸液的圆筒运到现场 进而大规模的作业呢 搬运笨重的三脚架与圆筒 至少需要六个人能上能下 如果是恶作剧的话 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菲斯维克的说法太削乏现实性 人们从各个角度探讨史尼匹的死因 但关于何人基于何种目的下毒手这一点 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据说加畜屠杀没有目击者 但根据研究这个问题多年的 桑迪亚化学研究所主任 理查蒙迪斯博士的说法 至少有一件目击报告 一下是博树的叙述 一天早上 哈尔曼先生的牧场被人发现一头牛遭屠杀 于是我前往现场调查 同时访问附近的居民 前一天晚上是否看见任何不寻常的现象 结果一位西农山姆亚伦表示 他看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 事情大约发生于半夜两点 山姆内急想户外小便 夜空繁星点点是个美好的夜晚 但当他转身后 山姆吓得愣在原地 大约一百米的空中 扶着一架直径大约三十米的飞碟 下方有一头牛像被无形的绳索掉着一般 被掉离地面 山姆微微缩缩的观看着 有三名撞似外星人的人走出来 身高大约一米 身穿银色服装 围着牛 其中一人手持金属筒 按住牛的屁股 牛像被催眠一般 一动也不动 外星人用力将圆筒 深深刺入体内 再抽出来 漫步走回飞碟里面 这时 牛已经倒在地上 山姆非常害怕 回自己的房间 钻进被窝 一直发抖到天亮 他的话可信度极高 他对有关家畜屠杀的种种不可解现象 几乎未具备任何具体的知识 所以不可能凭空捏造 诸如 牛被吊起来 用金属筒从牛的尾部穿入这一列异响天开的情节 总而言之 这个目击者几乎给我们今天认为不可解的现象提供了解答 以上的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 美国也发生过相同的事例 牛被调走 后来在别的地点发现只剩皮与骨骼 1968年 美国还发生了飞碟屠杀人类的事件 遭攻击的是一位空军上校 事后患奇怪的语言障碍 但这位上校算是比较幸运的 另外还有一名士官当着同事的面被掳走 被杀害解剖之后 尸体被弃至于容易被人发现的地点 尸体的头部 内脏 性窃关 被取走不见了 甚至连血液也被抽光了 另一起事件发生于纽芬兰奥克兰市郊外 1968年2月2日早上 39岁的牧场主人艾摩斯米勒 与17岁的儿子比尔正在修建篱笆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两人往声音的方向一看 有个碟形的物体浮在200米外的森林上空 机体上部有圆锥形的突出布 周围有成排的窗户 整体上很光亮 一会儿飞碟慢慢放下三根着陆角 缓缓下降 降落于小河对岸 比尔吓得愣在原地 艾摩斯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单独走向飞碟 当他走到小河的岸边时 对岸的飞碟向他发射光线 艾摩斯后仰倒地 飞碟发出瘟声上声 高速飞离现场 比尔跑过去一看 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解头部的头发与头皮不见了 医师团解剖艾摩斯的尸体 除了头皮以外 全身没有任何外伤 但却找不出丧失头皮的原因 最后的结论是死因不明 更奇怪的是 尸体的骨骼所含的零 全被抽掉了 另一个被害人是 美国密苏里州 开普基拉市 沙姆丹克斯雷 运输公司的司机 叶迪维普 当时45岁 1973年10月5前6日 20分左右 维普开着大托奔驰 于密苏里州 杰克森附近的55号公路 与他轮流开车的妻子 正在甲妹 维普突然发现 车外有一个奇怪的飞行物 正在做低空飞行 那个飞行物体 好像是牵制的 显然是人造的飞行物体 他连忙唤醒 正在睡觉的妻子 再度看窗外 怪物体已经消失不见了 但从后进一看 怪物体尾随在拖车后面 紧贴着地面 在飞行 他把头伸出窗外 转头看后面的怪物体 怪物体相当庞大 几乎覆盖了55号公路 上下两车道 直径大约有10米 飞行高度 大约是公路上方1.5米 怪物体突然发出闪光 一颗火球飞向围谱 他连忙把头缩回车内 但已经来不及了 火球命中他的头部 他感觉头部热的好像要裂开 同时眼睛也看不见了 他对着妻子大叫 上帝眼睛看不见了 我的眼睛被烧掉 看不见了 两人合力把车子停在路旁 唯普夫人 端详丈夫的脸吓得说不出话 眼睛的其中一个镜片 好像被高温溶解一般 呈现扭曲 几乎从塑胶的镜框掉下来 唯普夫人取代丈夫 坐向驾驶座 连忙把遭到飞碟攻击的丈夫 送到南密苏里医院 所幸 唯普的失明状态只是暂时性的 他的视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恢复 但却无法完全复原 一米外的东西仍看不清楚 无法脱离所谓弱势的状态 另外 他的额头红肿 经常向医师与妻子表示 额头与眼睛内侧疼痛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的观点 和小编一起参与讨论吧